像当年,那些黑老大的女人都怎么样了,众所周知,在深不可测的娱乐圈,那些有背景有势力的大佬们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存在,而那些肤白貌美的女明星们也成为了大佬们眼红的资源。 接下来,就一起盘点一下那些被大佬们抢取豪夺的女明星吧,看看她们的现状如何了呢。 一,林青霞。林青霞在《南方周末》专栏中透露,她曾在拍摄电影时遭遇黑社会的纠缠,她感慨万分地回忆道,想起那些在我身边的日子,能够平安无事地脱身,真是感激上天的庇佑。 据林青霞所述,1981年,她回到台湾的三年间,参演了多达十四部电影。 然而,这其中的许多作品都是黑帮老大找她出演的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林青霞即便不想接演也无可奈何。 因为那些黑帮老大出手阔绰,且对拍摄条件毫无意义,如果不答应,就等于自讨苦吃。 某晚,一位陌生人带着一个装满现金的旅行带来到林青霞家中,那整整250万台币的现金铺满了她客厅的咖啡桌。 她说,待那人离去后,林青霞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钱拿到卧室,放进小保险箱里。 然而,令她惊讶的是,这些钱竟然无法全部放入保险箱,她只好将部分现金暂时放在抽屉里,隔天再存入银行。 朋友们得知此事后,都为林青霞捏了一把冷汗,认为她太大胆了,林青霞自己也后怕不已。 当时她的家人都在美国,只有她一人在台北,万一遭遇不测,后果不堪设想。 这段经历让林青霞深感演艺圈的复杂与危险,但她也庆幸自己能够平安度过那段时光,并继续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。 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,她依然心存感激,感谢上天给予她的庇佑。 2.林志玲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在见到宽姐,邱里宽的那一刻,立即走上前去,给了她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,深情地表示,宽姐是我恩人。 言语间,她的眼中已经泛起了感动的泪光,无法自持。 原本宽姐是劝为林志玲不要哭泣的,但看到这样的情景,宽姐自己也被这份深厚的情感所打动,泪水也忍不住滑落。 林志玲之所以将宽姐形容为恩人,原来是因为当年她在演出时,曾一度面临华裔黑帮的威胁,处境十分危险。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,宽姐挺身而出,出面调解,才使得林志玲能够安全脱身,避免了更大的麻烦。 然而,林志玲并没有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,只是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对宽姐的感激之情,宽姐是我的恩人,也是我的大侠。 此外,林志玲还与台湾首富郭台铭握手见面,在见面过程中,首富突然提及,听林百里,林志玲绯闻男友之一,提过你。 这一突如其来的话语,让林志玲感到有些尴尬,她只能礼貌地回应,说林百里是她的叔父辈。 试图化解这一突如其来的尴尬场面,整个见面过程中,林志玲的感激与敬意,异于言表。 而宽姐和郭台铭的亲切与关怀,也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。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禁感叹,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世界里,能够拥有这样一份真挚的情谊,实属难得。 3.刘嘉玲 多年前,刘嘉玲曾遭受一次极为严重的挟持事件,其撕密照在2002年不幸曝光。 然而,这位艺人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强与勇气,他的态度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赏与同情,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。 刘嘉玲坦言,十几年前,江湖中有些大哥热衷于投资电影拍摄, 其中一人希望我参与,但我坚决拒绝了。 结果,他们便以那种方式对我进行了惩罚。 对于这段经历,刘嘉玲并未选择逃避,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。 他透露,为了平息此事,他不得不免费为那帮人拍摄了一部电影。 这部电影是在荷兰拍摄的。 当时刘嘉玲的男友梁朝伟,因为不放心,他孤身一人前往外地拍摄,毅然推掉了所有的片约,陪伴在他身边,给予他无尽的关爱与支持。 这份深情厚意,无疑为刘嘉玲在那段艰难时期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柱。 在遭遇黑帮控制的明星中,刘嘉玲无疑是最惨的一位。 他因拒绝与黑社会势力合作拍片而遭到绑架,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。 然而,他最终勇敢地站了出来,坦然面对过去的伤害。 这份勇气与坚强令人钦佩。 在这一过程中,刘嘉玲得到了男友梁朝伟以及娱乐圈众多明星的支持与鼓励。 他们的陪伴与关爱,让刘嘉玲在困境中找到了前行的力量,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与追求。 4.肖书慎 台湾著名女星肖书慎,在数年前因吸食违禁艇事件被警方调查。 这一事件使得他的人气急剧下滑,事业一度陷入低谷。 然而,宁愿似乎并未就此放过他。 不久后,他又遭遇了一宗令人郁闷的勒索案件。 据报道,有一个黑道团伙向肖书慎勒索高达500万的巨款。 面对这样的威胁,肖书慎并未显得惊慌失措,反而以坚定的态度回应。 他大声说道:"我黑道白道都吃得开,我干爹是老大,你们敢惹我,就别想混了。 肖书慎的这番话,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,也让人看到了他背后的强大势力。 他的干爹作为黑道老大,无疑为他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支持,让他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保持冷静和坚定。 然而,这起勒索案件也给肖书慎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压力,毕竟,身处娱乐圈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,任何一次负面事件都可能对他的形象和事业造成重大影响。 希望肖书慎能够尽快摆脱这些困扰,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。 5.孙燕姿 小天后孙燕姿在拍摄新专辑MV时,不幸在埃及遭遇了当地黑社会的勒索和抢劫,甚至险遭绑架,损失惨重。 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,孙燕姿原本满怀期待地在大年初五飞抵埃及, 计划拍摄新专辑的MV,然而,抵达埃及仅48小时,他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,在26日傍晚,一位黑星导游突然以各种奇怪的名目向孙燕姿索要钱财,面对这种突发状况,孙燕姿和工作人员迅速意识到情况不对,决定终止拍摄活动。 然而,导游却极力阻挠,使得整个工作组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,在长达一夜的担惊受怕之后,孙燕姿和整个工作组共计20多人决定采取行动, 他们趁着两名导游熟睡之际,迅速逃离现场,前往新加坡驻埃及大使馆寻求帮助。 在大使馆的协助下,孙燕姿的行程被迫临时取消,原本计划耗资千万的MV拍摄也因此而中断。 这次事件,对孙燕姿和他的团队来说,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,不仅损失了将近30万的财产,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创伤。 然而,孙燕姿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了坚强和勇敢,他及时寻求帮助并成功脱险。 6.舒奇,台湾导演文安雄指导的影片《林雨玉》曾引发广泛关注。 这部影片由柯俊雄、舒奇和李莉莉共同出演,其中舒奇的演出尺度较大,春光四溢。 然而,据港台新闻媒体报道,这部影片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原来,林雨玉的主演人选并非柯俊雄。 剧本的原型也与最终呈现的版本大相径庭。 然而,素来以严谨荧幕形象著称的柯俊雄,却在拍摄过程中突然换脚,亲自上阵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面对戏中需要裸露的舒奇,柯俊雄竟即兴加戏,反复拍摄。 媒体报道中,这一幕颇有些黑到大佬鼻梁为昌的意味。 此外,媒体还曾报道过著名作家《古龙之死》与柯俊雄之间的争端。 据说,古龙的离世与柯俊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甚至牵扯到黑道纷争。 后来,导演王晶出面,为柯俊雄挡下了这场风波。 这些报道揭示了《灵与玉》背后的复杂故事,也让人对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产生了诸多疑问。 不过,无论如何,这部影片都已经成为影坛上的一段传奇,被人们津津乐道。 7.张百芝 1999年9月,张百芝的父亲胡虚勇不幸被卷入了复杂的江湖纷争之中,因逃避债务而不知去向。 此时,一些债主竟然以张百芝为要挟,声称如果胡虚勇不出现偿还债务,就要对他实施极其残忍的奸杀令。 这一消息传出后,张百芝无辜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,成为了这起事件的受害者。 在随后的一次记者会上,张百芝面对镜头,泪水滑过脸颊。 他哽咽着说,我真是好害怕,他的恐惧和无助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 幸运的是,警方及时介入了此事,对香港的黑社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 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,这些大佬们不得不强制要求手下各个组织进行和谈,以解决这一事件。 最终,张百芝在众人的关心和帮助下,侥幸逃过了一劫。 这一事件虽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,但也让他更加坚强和勇敢。 他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,面对困境时,我们要保持冷静和坚定。 相信正义的力量总会战胜邪恶。 8. 励志 当然,一些明星甚至因为不光彩的第三者经历而遭到情敌指使的黑帮追杀。 据传,励志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,他在美国与李连杰结婚,背后有着许多无奈和隐情。 当年,励志与澳门赌王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情感纠葛,而这位赌王是靠他的妻子起家的。 他的妻子背景强大,是黑帮的头头,在励志与赌王的情感风波中,他本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。 然而,在赌王的一再求情下,他的妻子最终决定放过励志,但要求他保证不再踏入澳门和香港。 在这样的威胁和压力下,励志被迫选择离开,前往美国。 这段经历不仅揭示了娱乐圈背后的黑暗面,也让人对明星们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想象和猜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